沒有講什麼反對的意見 呵呵 這個完了 來我們直播台上的對決是 熱帶迷人SRX 對上 我們新迷忍者玩家 阿財 因為我其實沒有看過他 忍者在台灣是蠻稀有玩家在玩的角色 忍者在台灣是蠻稀有玩家在玩的角色 不然是那個非常稀有的職業 這角色的操作很難的 這代手的操作是很難 可是我覺得很好玩 哇 哇 我們這個操作很簡單的喔 哈哈哈哈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直播了 拳拳到露了 這個Hunter 沒有確認 有點可惜啊 拳拳到露了 阿斯萊爾 阿西 不選擇不阿西 直接大決沒有錯 這一場戰只是可以帶的輕鬆愉快 咦 基本箱膜弄 糟了 不要 喔 T啦 小心了嗎 喔沒有沒有這次 這次的有比較重一點 阿鼻桂 啊 糟了 SR 認哪了一個 好猛喔 這角色本身就是一種LOKIE派的進攻的感覺 所以 可以玩得很基本 像SR 現在這種玩法 那是基本的玩法 對 拳拳到肉 你要說他是進攻型的角色嗎 其實我覺得 要看對決有時候 阿瑟反而會歸你 因為他的基本技太強 但是他的機動性沒有到想像中的那麼高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看對決的角色 不過如果雙方實際差距太大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拳拳到會一直打過來而已 這種狀況是有點慘的 因為阿瑟的陣招非常的多 如果不會對應的話 不會對應的話 基本上真的是被按到底而已 為什麼先蓋到還是他有力量 上來講 上來講我們無權會贏 喔 喔 痛combo 為何 沒有他要再負一個散弱點 不過好像因為OD他的血量過高了 所以沒有辦法 阿穩定帶環 結束了嗎 還沒還沒還沒 阿 最後的掙扎 SR還是這個判斷很好 真的覺得很好 讓我激動的罵出了髒話 我啊 我罵的啦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對對對對對 那個判斷真的很好 好 後面給你帥 你繼續 那個建風 還要打 這邊 這邊